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下台是早晚的事情 而分析认为 随着胡温对重庆官场的清洗 说明胡温已经逐渐掌握了重庆的局势 2012年博敖亚洲论坛年会将于4月1号至3号举行 原定参加论坛的重庆市市长黄祈凡 29号已从官网名单中消失 黄祈凡缺席博敖引起外界的关注 时事评论员蓝树认为 王立军事件爆发后 薄熙来被免职 中共高层在重庆清洗薄熙来的官员 最后还没有落幕 后面会爆出什么事件也还很难说 所以北京不会放心黄祈凡去参加博敖论坛 博敖论坛那个地方 它是国际媒体关注的地方 很多外国人的 很可能是北京是为了利用它 让重庆整个官场能有一个平稳的过渡 所以只是利用它并不信任它 但是目前整个重庆官场狗咬狗 谁也不知道能咬出什么东西来 黄祈凡个人心里受到很大压力的情况下 把它往博敖论坛一访 北京高层很显然是不会放心的 蓝树还指出 王立军之所以跑到美国驻成都领事馆去 就是因为官方要整肃他 据说他把揭发薄熙来的黑幕材料 交给了美领馆 如果把黄祈凡送到博敖论坛 又出来第二个王立军 北京可就难办了 王立军二月跑到美国领馆 薄熙来三月被免职 薄熙来的倒台引发中共激烈内斗 和重庆官场的强烈地震 因此对于黄祈凡博敖除名 外界解读和薄熙来落马有直接关系 因为当初薄熙来刚一下台的时候 胡文之所以没有把黄祈凡拿下 是因为当时重庆政府的各级部门的人员 都是薄熙来的人马 当时为了稳定局势 他们当时没有拿下黄祈凡 那么随着事态的发展 随着胡文对重庆官场的清洗 胡文逐渐的掌控了重庆的局势 那么黄祈凡是肯定要下台的 关键他跟随薄熙来和周永康和江派 一直在和胡文对抗 这个时候在薄熙来倒台之后 这个时候再表态 因为他涉入薄熙来的一些内幕的事情太深了 他并且做了很多事情 已经不可能再挽回了 随着事态的发展 夏小强分析 薄熙来将会交代许多内幕 很可能已经咬出了周永康 而黄祈凡也有很多牵扯周永康的事情 这些逐渐都会被胡文掌握